哈喽 又见面了 没错 你的美妆博主又来了 然后呢 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隔离期间 如何保持身材秘籍 问我是一个特别喜欢买水杯的人 然后这次呢 带了四个杯子来 先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减肥嘛 其实要多喝水 因为喝水可以排毒 然后就是可以清理肠胃 而且这四个杯子呢 都有固定的定位 在家里 从家里带来的是这个焖烧杯 其实我以前就是用这个焖烧杯 装一些汤啊粥之类的 然后这两个是在机场临时买的 因为我觉得它特别好看 好像不是粉色 天哪 然后这个杯子呢是专门泡那个荷叶茶的 因为荷叶茶它是一个排毒清理肠胃 然后这个呢是泡红枣枸杞 然后刚才刚才那个给你们看的这个是跑黑咖啡 因为它比较小嘛 所以比较适合跑黑咖啡 大家除了平时饮食方面要注意之外呢 还有要多运动 就是你平时可以像我一样就是 一般起来的时候会做几分钟的平板支撑 然后仰卧起坐之类的 对因为其实平板支撑它是可以运动到全身的 对提升舞蹈也特别有帮助 所以呢我平常都会一天做几分钟的平板支撑 减肥也没有什么密集 但是呢一定要记住不要绝食 它其实瘦的不是你的脂肪 是水分 就它其实不是真正瘦下去 它只是暂时的正常饮食的时候 就是反弹的特别特别快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不要用绝食的方法去减肥 对因为它反弹的特别快 特别恐惧 嗯所以总接下来呢 其实要想保持生产力气还是可以靠来的 自选控制力 还有刚才说的千万不要 爆炎到时或者是坚持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 隔离期间如何保持身材密集 就到这里了 希望呢大家在这段时间里能够好好的待在家里 希望快点好起来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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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